美国与俄罗斯近期在地中海掐上了普京出动26艘军舰在地中海举行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 看来俄罗斯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但美军偏偏不信这个鞋 美军派出了一艘宙斯顿舰单闯俄军演习 美舰一进入演习区域 立马遭到了26艘俄舰的围观 现场情况一度十分危险 情况对美舰而言也十分不妙 专家分析 俄罗斯这次释放出来的信号十分明确 战争信号很可能出现了 虽然说一旦擦枪走火 美俄开始交战 在俄国26艘战舰的围观下 美军的罗斯号伯克急驱逐舰肯定逃不了好 但是美军打算让这一战舰创入俄国的演习区域 引诱俄国打响相互攻击的第一枪 那么 即使作为美国的一艘盾舰 美国为什么认定这一驱逐舰在俄国的26艘战舰的围观下 依旧可以坚持下来而不会被就地击沉了呢 图为伯克急驱逐舰 美国的罗斯号 自身编号DDG-71 作为美国伯克急Fagia 比起其他早期型号更注重自身的区域防空能力 其垂发系统能够装填96枚导弹 额外的DSSM海麻雀防空导弹 被作为最后的近距离防御武器 取代了原来的密集阵系统 而作为增大这一容量的代价 伯克急Fagia 移除了在海上再装填 自身垂直发射系统导弹的标击 使得海上再装填导弹这一功能不可再 被实行 虽然罗斯号是比较早期生产出来的盾舰 但是这一战舰已经将其神盾系统升级到了7.2基准的级别 装备了全新的全分布式系统架构 使用了商业规格的UVQ70相式核控制系统 并且能够发射核引导SM3防空导弹 装备的改进型SPYED雷达 也具有非常出色的防空核对导弹的锁定拦截能力 突为Fagia后期型的伯克急驱逐舰 但是即使是这样 也不能完全保证 在被近距离集火以后 罗斯号依旧能够拥有足够的拦截能力去对付俄国的超爆核导弹攻击 即使是这一战舰追加了5个强化防爆格舱 并且其中的4个被针对性的用于防护自身的主机系统 但是这些防爆结构和船体加后设计 更加注重于水下部分的防御 一旦舰体上层建筑被命中 以俄国反舰导弹一项威力强大的特性 想要继续维持战斗能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即使是这一战舰已经拥有了新式的损缓控制系统 拥有多个损缓控制台 并且可以使用自诊断软件来判断损伤伤管理策略 也无法保证博客急在近距离下 被大批俄国战舰近距离集火下的生存性 某种意义上 如果俄罗斯打算吃下这个诱饵 罗斯号实际上并不能独自在26艘俄国军舰的围观下完好的撤退 由于博客机Fighter甚至已经将鱼叉导弹从舰体上移除 而MK41锤发系统可以使用的战斧导弹的突防能力非常有限 以至于在反舰导弹互射中博客机甚至不占据有优势 所以 一旦俄国决定吃下这个饵 罗斯号的命运将会是非常悲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